我看到帽子那邊 本身大家好像覺得是不是有個曙光 最近的情緒也不錯 誰知昨天又說不是 也是膠著 其實好像表面上有得談 其實阿馬底 就是俄羅斯那邊 可能也是部署緊張兵之類 好像局勢也不是很明朗 美國昨晚也有一些回吐 當然始終最近也彈性了不少 怎麼看現在市場最新的擔憂 對於美股來說 短期來說的走勢有沒有影響 再升的動力會不會受到限制 好,謝謝Irene 其實近期美股的升勢的確是不錯的 當然昨天美股開始出現回藥的跡象 事實上看回美股現在面對的基本面 其實都是有三大因素 第一就是講短期俄烏局勢的發展 對於這個因素來說 其實暫時我看到整個事態 都是處於一個比較膠著的情況 雖然有時候說有些好消息傳出來 但事實上看到好像戰爭沒有停息的跡象 所以我想這個因素對於美股來說 可能短期來說 那個指示性就未必太過大 因為始終市場或者投資者 是慢慢已經適應了暫時目前這個情況在 而第二個因素就是講一個加息的環境 因為始終市場現在普遍的預期 未來的五月份 美國有機會加息50點 這個也都反映了一些長期的一些國債上面的 知識率 所以這個因素 我相信對於美股來說 這個影響稍微是會偏向比較中長期 而第三個因素就是講一個 會不會講美國未來有機會進入衰退的情況 因為前期知識率倒掛的現象 是令市場再度擔心 美國經濟會不會慢慢開始走弱 所以這些因素我想對於美股來說 還是一些比較持續的因素 繼續困擾著美股 所以從性質上來說的話 我認為美股現在的反彈 從性質上來看的話 應該是處於一個反彈的浪斗 而不是處於一個反轉的勢頭 是否代表著美股短期有機會見頂回落 我看是未必的 雖然說這一個就是一個反彈的性質居多 但是從這一次反彈的形態來看的話 我自己覺得短線來說的話 美股短線有機會進一步向好的 首先我們看回三大美股指數 就是從走勢上面來看的話 暫時那個走勢還是處於短線一浪股一浪的情況 以及就算在昨天出現了一個短期的回調也好 暫時指數收市的位置 還是處於一些主要的移動平均線之上 所以走勢上面就未必太過差 另一方面我覺得短期看美股的話 投資者可能更加需要留意一個納指的走勢 因為納指在現在來說 其實它的反彈力度比較強 同時也是已經超過了在2月9日 那個部分一個週期性的高位 如果納指是持續可以站穩在這個高位之上的話 未來不排除包括道指或者S&P500 都有機會挑戰相同的時期的高位 相反如果納指是未必能守到前期的高位的話 反而對其他兩大指數未必會帶來太大的支持力 所以我相信我短線 即是美股三大指數 在這個星期尾或者下個星期初的話 有進一步短線向上的動力 但反而如果去到下個星期尾段的話 可能投資者就會需要省一點 因為始終是在那段時間 美國又開始進入公佈3月份的通脹數據 前期投資者對於這個數據 普遍都是比較擔心一點 因為我們知道過去2月份 美國CPI有7.9% 對於3月份會不會還維持在高位 甚至會不會是可能升穿8的水平 我想這些數據出來的話 有機會短線對市場帶來一個 相對明顯一點的波動 所以對於投資者部署來說 我覺得在近這幾個假日 我覺得美股還有機會 但反而回到下個星期尾的話 可能投資者就需要審慎一點點了